发生在昨天3月2号 6名涉嫌鲁人勒索的歹徒 在高雄市古山区开枪拒捕 警方当场开枪反击 结果一名理性嫌犯死亡 4名嫌犯被捕 1名嫌犯再逃 嘉义市警察局今天召开记者会 强调这一起社会重大案件能够顺利侦破 就是因为嘉义县市警方 难打中心跟高雄市警方的充分合作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就这个报警嘉义市地检局 做好来指挥政官 并且会同嘉义县警察局 刑事警察局南部 团队打击中心 以及高雄市康山温崎组成官的小组 全力追趋 嘉义市长黄敏惠 今天还亲自出席记者会 并且颁发破案奖金 给警方有工人员 黄敏惠市长也相当感谢警方的努力 强调安全是幸福城市最重要的基地 嘉义市绝对不容许违法乱纪的案件发生 我们支持我们所有的员警能够在第一时间 能够正确的精准活改 该做的职保我们绝对支持 我再一次的谢谢我们警察 嘉义市警方表示 这起案件的科兴被害人 1月24号在西区中心路的按摩会馆 被强压带走之后 交付了3000万赎金后才被放回来 但是罚网灰灰 最后歹毒还是被警方锁定 并且顺利的逮捕归案 记者顾世生 吴瑞欣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